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食意 自从知道平底锅可以做花卷,我家的面粉就不够吃辣 没想到这么好吃,我家一周都可以做好几次 吃起来真的是太美味了 那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做法特别的简单,做一个就够一家人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得搬 首先,准备250毫升温水 加4克酵母 一勺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 一滴白醋 加白醋可以加快发面的时间 然后搅拌均匀 使白糖酵母溶解开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400克面粉 倒入大碗中 加一勺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先搅拌均匀 再用调好的酵母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把它搅拌成这种棉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刚开始揉面 是很难揉光滑的 我们可以放在碗中 盖上盖子 静止两分钟 两分钟后再来揉面 这样,不疑惑的时间 就能把面揉得光滑了 把它揉成这种光滑不张手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把葱白切下来 只要葱叶部分就可以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加一勺面粉 一勺胡椒粉 一勺五香粉 半勺花椒粉 一勺盐 再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像这样,葱花油酥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看看,这个时候的面 已经饧发好了 体积变到了很多 把保鲜膜撕开 里面满满的蜂窝状 跟着面板上撒些干面粉 把面移到面板上 表面上 表面上也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 然后,好好的揉一揉排排气 再整理成面团 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片 像这种厚度就可以 再把油酥均匀地放上去 用刷子刷开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刷均匀之后 从一端给它卷起来 边卷边按压 尽量卷得紧实一点 再像这样整理一下 接着,从中间分成两份 其中的一端不要切断 然后,像这样把侧面朝上 再像你麻花一样 给它交叉起来 封口处捏紧实一点 再从一端把它卷起来 收尾处按压在底部 像这样,一个大花卷生胚就做好了 跟着,准备一口平底锅 倒入一勺油 用刷子均匀地刷开 每一个边边角角都要刷到 然后,把花卷生胚放进去 盖上盖子,二次醒发20分钟左右 看看,经过20分钟醒发的时间 花卷的体积呢,已经明显变大 感觉到轻飘飘的 再盖上盖子 开最小火,慢慢地煎 大约给它煎6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间,调一个面粉水 碗中加一勺面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面粉化开 大约5-6分钟的时间 大约5-6分钟的时间 把面粉水往锅边倒进去 盖上盖子,继续焖15分钟 整个过程一定要用小火 要是用大火的话 底部会糊 花卷呢,也不会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像这样就已经熟了 看看,非常的松软 按下去就可以回弹了 看着都很有食欲 然后把它取出来 放菜板上 放至不烫手的时候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看看用平底锅烙出来的花卷 底部金黄金黄的 看着都令人食欲大增 吃起来焦香酥脆 这样做出来的花卷 一个就够一家人吃 咸香味美,松软好吃 层次也非常的丰富 吃一口有浓浓的葱花香味 可香辣 个人觉得比用蒸的好吃很多 而且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没有任何的技巧和难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